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用缓失肥的一个惨痛教训 我以前都是用水溶肥的 水溶肥必须按分量跟水混合才能使用 随着我养的花越来越多 这样的失肥方式就显得太大的工作量了 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量 我就开始使用缓失肥 缓失肥很方便 撒在盆面就可以了 而且肥效可以维持几个月 只要下的份量不过分 它一般不会烧根 我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 效果还可以 最主要是省事方便 五月份的时候 我进了一盆原生种的蝴蝶蓝 蓝色路德 我看到它已经浮盆了 就在盆面上撒了小许的缓失肥 还浇了水 三天之后 我看到这一幕 这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有一粒 有一粒缓失肥贴在颈部叶子的颈柄位置 这个位置开始发黄 而且有水迹 看上去就像我们在冰箱里冻坏的蔬菜一样 这些缓失肥贴在盆里 至少它贴着根部也不会烧根 怎么也没有想到 它湿了之后对叶子和颈部 灼伤的这么厉害 而且速度是那么的快 我赶紧把这颗湿了的缓失肥挪开 顺便在这个位置喷了一点杀菌药 希望能够止住感染和蔓延 到了第二天 看到的却是更惨的一幕 在原来被腐蚀的那个位置 变得黑了 干了 如果只是这个位置干了 还是好事情 可是它下面的那片叶子 也已经被感染了 再过一天 情况看上去更不妙了 最顶上的叶子 这个位置开始远难 这片叶子一碰就掉了 这片也是 转过来看 这个位置是半透明状 这片叶子应该也是不薄了 下面那片叶子的叶柄位置 也已经变色了 从盆面上看 这花大势已去 但从盆里看它的根是非常好的 已经浮盆 看一下 长得这么好 太可惜了 还是想看清楚 看能不能找到一丝挽回的希望 可是叶子一碰就掉了 顶上的叶子 中心已经远幅 用剪刀把这个位置剪掉 看清楚一点 中心已经发黑 这一片叶子 叶柄的位置已经烂了 没有希望了 这花太年轻了 叶子掉了 就等于没有花茎了 连重生的希望都没有了 这可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希望大家要注意 撒缓是非的时候 一定不要留在叶子和茎上 它湿了之后 会对花茎和叶子腐蚀 被腐蚀的部分 很容易烂和长细菌 引起远腐病 尤其在夏天 一不小心 这花就完蛋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